琴哈说第十九期,秋晨率队到比分战胜肖小战队,成功挺过了团灭危机,其实秋晨战队完全可以平时力赢下这一场。 但满仓大兄弟确发现,节目组为了防止秋晨战队被提前团灭,暗中做了不少保护工作,历旦一开始就站在了秋晨所持的反方。 这很正常,每个导师都有选择吃方的自由,不正常的是,立旦支持反方所采取的方式。 在反方二变唐颖发言结束后,立旦表示自己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,已经无法专心备战了。 然后,立旦直接点出了秋晨战队本期,一旦失败就要被团灭的客观现实,同时,他还提到了一个细节,唐颖在发言时,手持抖的。 既然是对战,双方就都会有压力,立旦把反方被压力和团灭的危机放在一起说,其实就是在暗示观众,悠着点,反方这场情况有点特殊。 立旦虽然没有正式发言,但他约火别帮到忙的口吻,清点了一下秋晨战队的危机,向过反而更好。 立旦如果正经辩论,他的谐心人设,可能真的会帮到忙?可是一旦他开始严肃起来,观众才会注意到他说的内容,他很了解观众,也很了解自己。 立旦的第二次出手,我们放在后面说,先说第三次,立旦第三次出手阿祝秋晨战队,是在双方辩论全部结束之后。 但投票结果还没出来之前,立旦又一次摆出了严肃脸,说沈玉林这么一个爱笑的人,这一期是首次看不到他在笑。 立旦依然在强调反方的压力,不过这次他是以首次参加奇葩说的感受为话题,谈了奇葩说,和其他语言类节目的区别。 立旦这两次出手的套路是同样的,通过反方某位变手在压力下的反常细节,以小间大地呈现反方的压力。 博得观众对反方的同情,从始至终,立旦都没有用观点去占反方,但他暗中保护秋晨战队的作用,已经起到了。 如果没有立旦的两次暗中低化,秋晨战队能否赢下这场生死大战,应该说机会还是很大的。 但没有绝对的把握,秋晨战队的两大优势,一是所持的立场更得人心,大多数人面对伴侣隐藏贫富,哪个更难接受这个变体,想当然的会选择,更难接受对方掩饰贫穷。 二是秋晨自身实力超强,在奇葩说的四大天王里,秋晨的风头最弱,但他的实力可以赢下任何一人。 这是奇葩说老观众才知道的秘密,新观众不了解秋晨,因为他本期很少出战。 但同时,秋晨战队的两大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,正因为秋晨战队所持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想当然就认同的,所以他们的起始票数才达到了65票,给对手留下了很大的反击空间。 他们的第一个优势,同时也成了他们的第一个劣势。 第二个劣势,就是对方不仅有陈鸣,而且还有雄浩,秋晨战队的整体实力,与对手存在差距。 这场较量,双方的思路都很清晰,正方萧萧战队主要是靠朱鑫,通过不断长调,藏负就是在心里,把你看得不如前。 这个观点,像观众意识到,突然发现自己的伴侣是富二代,可能暗藏着更大的隐患,而反方秋晨战队,则是始终就入藏球,才是最大的隐患。 这个真相来反击,从战术上来说,双方几乎都没犯错,正因为双方几乎都不犯错,节目组才担心秋晨战队真的会输,其实不用真比,仅是推演就能看出, 在双方都不犯错的情况下,态势对秋晨战队很不利,本期对战,首次没有进行开杠,这很可能就是节目组的心机所在。 开杠是陈铭的强项,其实你说陈铭什么不是强项,陈词,开杠,对导时,陈铭全是强项,如果双方开杠,陈铭和董静作为正反双方的三变,将有一场断兵相接。 两人在第十四期的时候,曾经开杠过一次,陈铭甚至能在快速交战时给对手挖坑。 那一场董静虽然在开杠环节写胜,但双方再次开杠会是什么结果? 董静还有毕生的把握吗? 面对陈铭长期稳定的王者风范,节目组也不可能不心怀忌惮, 于是,开杠环节就这么毫无先兆的消失了,本期对战甚至连结变都没有进行。 这里面也有门道,开变是正方先发言,而结变是反方先发言, 那就意味着陈铭将代表正方,最后发言,陈铭最后一个发言会是什么结果? 那将是节目组和秋晨战队,都不愿意看到也无力回天的灾难性结果。 秋晨主动放弃了节变,即使他不放弃,即使他能把已经遥遥领先的票数再拉上来一些, 陈铭也有本事该拍回去。 高手对战就是这样,在谁都很有道理的时候,后说的就占优势,秋晨预见到了这个结果, 选择了听天流明,历代也说自己放弃了。 你说这个时候,有他啥事儿吗? 这就是本文前面未曾展开的,立弹的第二次心理战,这次他指向的目标是正方。 反方都那样了,正方还好意思,结变吗? 场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,场上就更没必要给节目组出蓝棋。 于是,萧萧不致可否的默认了放弃节变的结果,本期节目极为罕见的同时取消了节变和开放, 这无疑于从流程上显示了全民的发挥。 最终,反方修成战队以20票的巨大优势胜出,成功避免了被提前团灭的危机。 立弹也将反方投去了西满一族的小,这场胜利他恐怖可没。 第十八期奇葩说,凭借高小松的罕见抛弃,挽救了阎如今战队的团灭危机。 第十九期又通过立弹的心理攻势,挽救了秋晨战队的团灭危机。 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了,奇葩说的精髓却失手了。 奇葩说的精髓,就是李旦曾经公开吐槽过的找个角度硬说。 正是这种找角度硬说还能说的让人信服,才是观众的世界观被碰撞,被重组的过程。 而这个过程的价值,罗振宇曾将其评价为对这个时代的伟大贵赠。 如果奇葩说只有战队之间的输赢结果,那还不如去看中国好生意,或者我就是演员。 我们对奇葩说,抱有强烈期待,正是因为前四季已经让我们习惯,享受这种世界观的碰撞与重建。 可是在第五季,过去总是能带给我们碰撞与重建的四大天王,被树枝高阁了,取代他们长期占据节目时间的。 是奇葩不会说的水祸新人们,团灭危机出现后,节目组有提升了本可以更精彩的找角度硬说,去保全战队之间的平衡和颜念。 当然,你也可以说节目组完全没有这个用心,是我想多了,这个我认,其实我也在找角度硬说。 可是,你觉得我说的完全没道理吗? 第五季奇葩说,可能是整个五季里面,整齐狂调次数最多的一季。 这就是节目组牺牲内容要未约综艺感的结果。 节目组试图通过加强综艺感来提升播放量,可是每次能登上热搜的依然是陈鸣,是曲折可说的还在体现奇葩说丁碎的陈鸣。 我们不反对试错,因此经过了这一季的试错,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共识。 奇葩说的生命力,还是在观点,在阅历,在角度,而不在于耍火宝,更不应该牺牲节目的精髓,这让微于综艺感。 我希望,这也是节目组的共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